而近来山域活动事故频传 海岸山脉最高峰的新港山 就传出了山难 两名女山友相约 从复理乡的丰南村入山 陈姓女子叠伤右腿开放性骨折 紧销货报之后翻山越岭 花了八个小时的时间 才将伤者救出 新港山又称为马老漏山 台湾百大名山之一 海拔1682公尺 虽然不算高 但是山路陡峭多必近 加上近日天后不佳 山区风大雨大 宁宁难行 华联系消防局第三大队接获报案 两名来自台东女山友 从复理乡丰南村入山 预计攀登新港山 其中陈姓女子不胜半岛跌伤 以致右小腿开放性骨折 左边膝盖淤青受伤 请求协助 复理分队子班同仁接获指挥科通报 复理乡丰南村新港山步道 有一名女性 下山时右小腿骨折 已是开放性骨折 复理分队表示 因为山路崎岖陡峭 加上地面泥泞 路线不清楚 需要开路辟静 而当天又风寒宇宙 增加抢救的困难 抵达事故地点 接触伤患 先行包扎止血 固定骨折部位 再以卷室担架 由人力搬运下山 地形 陡峭 SKD 落叶请准处理 华丁县消防局表示 行政院去年宣布 国家山林解禁政策之后 鼓励山有落实自主管理 责任承担 毕竟登山活动 充满许多不确定性的风险因素 民众登山前 请务必评估自身体能力的状况 并且事先查询山上气候 背起了登山装备 衣物以及通讯器材 行进危险路段 或是遇到天后不加时 小心行走 养成良好的面山态度 避免汗时发生 记者高双双 不理想采访报道